- 大家好! - 我是大亞莉! - 我是大亞莉! - 我是紗蘭! - 我是紗蘭! - 我是紗蘭! - 今天呢我們要來交換我們的穿搭! - 因為我們的風格真的是很不濃! - 我們剛剛把衣服掛出來之後想說 - 想說我們要來交換我們的穿搭! - 天啊!這是兩個世界的衣服! - 好好我這輩子看過一兩次穿過的那種感覺的衣服 - 而且你們的拿出來都是布鞋跟平底鞋 - 我全部都是高高鞋 - 它全部都是高高鞋! - 非常的期待! - 我們設定了四個主題 - 第一個是平常日常約會的穿搭 - 第二個是坐飛機的穿搭 - 長途飛機的穿搭 - 第三個是 - 去參加前男友的婚禮 - 我覺得你超難的! - 這個我昨天做了點二夢 - 真的嗎?這個是我立刻想好的 - 因為你平常就是穿的比較性感的感覺啊 - 我會覺得要穿那種第一次應該會很厲害的衣服 - 沒有 我在這裡我有考量到你們 - 我有稍微修練一些 - 修練一點 - 最後一個是第一次見男友的夾著 - 設定了四個主題 - 然後會換四套衣服 - 都是他們兩個的衣服 - 穿我們的穿搭 -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! - 耶! - 什麼情況? - 真的! - 那我覺得你參與的OK - 可以嗎? - 如果不是找不到那個外套真的穿好這件事情 - 就是沒有穿不穿 - 要穿不穿 - 對! - 好 現在來說一下 - 介紹一下 - 我的日常穿搭 - 它就是很喜歡 - 落地褲 - 就是比較有氣勢的落地褲 - 然後呢 - 搭上那個converse的球鞋 - 然後衣服呢 - 就是搭很 - 好搭配 - 很好穿搭的 - 黏衣 - 然後外套呢 - 要這樣 - 要穿不穿 - 準備不穿沒有穿 - 搭林峰的短板的外套 - 然後今年年幫她選了紫色系 - 因為今年紫色就是很大式的顏色 - 一定要來一件 - 然後配上紅色的小包 - 這是要超級我的耳朵把臉遮住了 - 哈哈哈 - 她剛剛說回來好像是第一次穿 - 她剛剛說回來好像是第一次穿 - 我的那是沒有converse - 我是一個沒有童年人 - 從大學都穿高跟鞋 - 欸我小學五年級就穿高跟鞋 - 但她真的太囂張了 - 因為我那時候迷戀安市奈美惠 - 她那時候穿那個很天高 - 很天高 - 對 - 所以我就從小就走這個路線 - 好好 - 哈哈哈 - 我覺得這件褲子蠻好看的 - 會覺得很好看耶 - 但我自己會喜歡就是長一點 - 然後搭高跟鞋 - 哈哈哈 - 也是用高跟鞋折響 - 因為我覺得其實她的版型是很挺 - 然後因為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穿高跟鞋 - 只是我就是都會搭高跟鞋 - 哈哈哈 - 我自己很覺得是有 - 不放心高跟鞋 - 對沒有 - 一定要高跟鞋 - 等一下她沒有穿高跟鞋之後 - 跟我穿高跟鞋 - 哈哈哈 - 這樣我號稱一六點嗎 - 對啊 - 我號稱也是一六點嗎 - 哈哈哈 - 我一五九點五 - 我大概一五六點四點四點四點五 - 欸那你號稱太遠了吧 - 號稱太遠了 - 好好好好 - 那下一套換 - 換 - 長途飛機穿大家好 - 比較休閒一點的好了 - 好 - 我覺得我好帥 - 哈哈 - 因為這套我會穿 - 這套我會穿 - 平常大明星的那種機場穿搭 - 就很自以為 - 自以為大家都在拍你 - 然後也要戴我自己人 - 對 - 所以我平常可能長途飛機 - 一定會穿的就是 - 一定會戴一件外套嘛 - 因為最好冷 - 或是飛機上怕冷 - 然後可能戴一件外套 - 然後裡面的話會比較舒服 - 就是一些針織的系列 - 這個針織真的好舒服 - 對 也要穿很舒服的 - 然後也是針織感 - 是的落地褲這樣 - 然後一個球鞋 - 然後一個帽子 - 對 - 帽子可能 - 因為你飛太久 - 頭髮可能會扁掉 - 會扁掉 - 會扁掉會油 - 反正很醜 - 所以一定要戴個帽子 - 然後會要背一個 - 後背包 - 對 - 可能背一個小小的 - 因為其他可能就是脫運 - 或是手提行李 - 然後會背一個 - 比較自在的後背包 - 這樣 - 要放相機啊 - 相機啊 - 會保濕 - 自拍的給新 - 對 - 再給新 - 落地褲是因為不化妝嗎 - 對啊 - 或者是常鋪 - 難免會有點疲倦 - 一樓 - 下飛機很多人 - 要不要拍照 - 或是誰 - 要不要拍照 - 自己人的懷笑 - 不知道要假裝嗎 - 這套我覺得他駕馭得很好 - 這套其實是我會穿的東西 - 因為我自己 - 可是你不會穿球鞋 - 平常也是會穿球鞋 - 平常也是會穿球鞋啦 - 就是帶小孩去公園玩的時候 - 之類的 - 會穿球鞋 - 對 - 但是我坐飛機 - 我不會穿球鞋 - 你會穿兩鞋 - 不會穿兩鞋 - 因為我是一個不愛穿襪子的人 - 不會不會 - 其實我如果這樣穿 - 我會有點後踩 - 就是踩 - 所以不穿襪子嗎 - 穿襪子 - 那我剛才脫鞋 - 腳很臭嗎 - 一上輩子就要脫掉 - 就把他當作是拖鞋在穿 - 這樣就踩 - 所以你要這樣子就對了 - 對對對 - 要穿就穿 - 但落地褲看不出來 - 這個我學起來了 - 好 - 下一個就會正常穿了 - 因為下一個是 - 第四屆男友家長的穿搭 - 稍微要比較端妝一點 - 端妝 - 智信一點 - 假端妝 - 哈哈哈哈 - 你就換了 - 現在已經換完了 - 這套是我最期待的 - 因為我剛剛都沒有看過你穿 - 這種 - 比較韓系一點 - 比較韓系的風格 - 但我覺得他穿起來有點智性的感覺 - 我會穿這種 - 花洋裝 - 但是通常 - 妳不會搭這個吧 - 對 不會搭一個被子 - 對 - 覺得很適合 - 會搭到那個鞋 - 不會搭到那個鞋 - 然後吸一個細皮帶 - 拉開起來 - 對對對對 - 也是走那種的 - 那你剛走出來的時候 - 我覺得很 - 可以耶 - 有韓國妹子的感覺 - 妹子 - 我是妹子 - 這套就是如果 - 第一次要去見的時候 - 我會覺得說你要穿的比較 - 端妝 - 乖乖的感覺 - 比較乖正常的感覺 - 就是不要破破的褲子啊 - 對 長輩很無愛 - 都不懂褲子 - 對 - 不要太露的衣服 - 所以就穿 - 當然穿一件長牙 - 然後一個牛仔外套 - 然後球鞋 - 那球鞋 - 球鞋現在要穿好嗎 - 不行不行 - 也不能穿好 - 球鞋真的要穿好 - 球鞋真的要穿好 - 這真的要穿好 - 這真的要穿好 - 那我想說長輩這樣可以接受嗎 - 會不會說為什麼我不愛鞋子穿好了 - 其實我覺得你們的衣服就是 - 都有一些單品其實是我會穿的 - 只是我會用不同的搭法 - 對 - 真的是搭 - 換一種搭法就換一種不一樣的衣服 - 變一個人 - 立刻變一個 - 美女 - 妳是美女 - 妳是美女 - 那最後一個 - 是 - 妳最期待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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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從男的 - 因為我沒有前男友 - 她 - 她 - 她現在這男朋友在一起13年 - 妳是男生初戀欸 - 妳是童話故事 - 也沒有啦 - 之前也是有一些就是 - 妳要讓人生是愛 - 先生的愛那種 - 好好 - 那我們看看她會怎麼搭 - 最後一套 - 參加前男友的婚禮的穿搭 - 太沒競爭力了 - 可是我想要就是 - 保持有點氣質的感覺 - 就是表演戲 - 好像你以前就是 - 想要來幹嘛的 - 就浪妹 - 不是來雜場 - 就是好像很知性很氣質 - 然後大家就 - 哇好亮眼喔 - 妳前面有太有氣質了吧 - 這樣 - 喔 - 這種氣質取勝 - 會讓人家覺得很優雅 - 知性的感覺 - 終於讓我穿上高跟前了 - 終於有開始了 - 今天有高跟前了 - 今天有高跟前了 - 然後一個手拿包 - 反正我就想要打造 - 有點氣質知性的路線啦 - 因為我覺得男生看懂是氣質 - 還有家長嘛 - 還有家長嘛 - 對 - 而且我覺得到了 - 就是試婚年齡的時候 - 男生就會比較看就是氣質整體的感覺 - 對 - 可能年少的時候就會 - 看身材啊 - 看身材啊 - 比較像那一種 - 對 - 稍微試婚的女生 - 但是我們有想說就是 - 如果實在看那個 - 場景 - 形形不對 - 就把扣子再開一點 - 下面的扣子再塞幾顆 - 下面的扣子再塞幾顆 - 對 - 那我們幫Nemphie準備了四套穿搭的衣服 - 就是這樣子 - 成功 - 耶 - 如果想要看我們被男性 - 打造的風格 - 對 - 想看他們穿上我的衣服 - 穿上他的Youtube頻道 - 記得要去點讚 - 訂閱 - 按讚 -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- 歡迎留言給我們 - 掰掰 - 下次見 - 掰掰 - 掰掰 - 融化